現在來到中環的郵政局附近 這裏就是大梅多 中環一般來說到夜馬黑的景色是很美麗 好像我前面的這個匯豐銀行 因為它的燈色是非常美麗 它亦有打字在這裏 是非常美麗 這個中環來說也屬於是金融中心 所以一般來說這裏都很美麗 現在我前面那裏 前面這裏就是檢疫的 檢疫的臨時中心 今天這個月色也算是看不到月光 這裏真的非常美麗 這個停車場是很美麗的 中環現在的商業大廈都是向上發展 所以都非常之高 因為最主要來說 就是因為它這個中環的地方是比較小的 同時在外面那裏 同時在外面那裏 好像這個大廈那裏 它是填海而得到土地 所以就拿來蓋樓 現在呢 現在我看前面那裏 那裏 那個騰騰圈那裏 那裏 就是地下海的地方 因為一帶外面那裏都是屬於海 以前海就在草棋這個地方就是海 那時候這個位置就是 如果是老香港人都會知道 這個是皇后碼頭來的 這個皇后碼頭是以前在英國殖民地的時候 那時候呢 所有的港督啊 是由英女皇位派來香港的港督呢 都是全部由這裏上船的 那故此呢 一上到來這裏呢 就是有很多那些居家兵啊 就在那裏演奏那些音樂的 那北京北角呢 回望過去呢 那歷史都已經很久了 那現在中環的變化都非常之大 最主要來說 因為它填抹填得很厲害 一直填過去 現在差不多維多利亞港那裏呢 就是由中環對面的尖沙咀碼頭那裏呢 就已經是非常之窄的了 地方已經是 那個河道那裏都很窄的了 以前是很闊的 以前呢 那裏呢 那裏呢 是渡海泳的 有成數百個那些游泳敬儀呢 都是在對面海的北宮碼頭那裏呢 又過來皇后 皇后碼頭 就是這個位置的 那現在呢 近來呢 就已經是很少有 看到有這些渡海泳了 前幾年呢 還是看到有些渡海泳 但是現在呢 就沒有了 可能疫情關係啦 都不一定啦 所以呢 就變了現在呢 一般來說呢 就 就 渡海泳呢 就已經是取消了 這樣 那今天呢 今天來到這裏呢 是之後 前面有一檔 在那裏呢 其他那些 剛才 也有一檔 在那裏呢 剛剛走了 所以現在形成了這裏呢 就 唱歌那些 那些朋友呢 就少了很多 這樣 那裏呢 其實 其實中環來說 一般來說呢 這個地方呢 都是很清淨的 因為它最主要來說 這個地方呢 就是金融區 和寫字樓區啦 它也都不是居住的地方 所以形成了呢 最後一到晚上啦 到八九點的時候呢 就應該是少人很多的 已經 好了 這條片呢 就是 中環 中環碼頭一帶的地方呢 就是拍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